欢迎收听玄幻多人剧《傲风》 作者 风行李 第六百九十九集 不过 许夕心中多少也有些不爽 这么多年以来 敢这样直言不怕火山战队的独行者 奥峰还是第一个 连奥义破军级的天榜强者 都要给他们三分薄面 奥峰又不在天榜上 凭什么对他们毫不在乎 身为火山战队的一员 他自然对奥峰莫名的就多了几分敌意 奥峰洞察力一向敏锐过人 就在许夕念头转过之际 他的黑眸中便闪过了一缕精芒 察觉到了他的心思 微微皱了皱眉 奥峰却也不太想和许夕正面动手 他虽然不怕他们 却还是指望通过火山统领去联络秦硕 闹僵了 这事也就泡汤了 火山统领或许因为火灵 不会为安东撑出头 但许夕可是他手下数得过来的强者 自己兄弟被欺负了 岂有不找回场子的道理 要是能直接越过这人就好了 心中突然蒙起一个念头 奥峰的精神悄然发散了出去 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他此时的气息变得极为飘渺奇特 仿佛化成了一股抓不住 看不透的凌风 好像随时会飘走似的 他那露在外面的漆黑眼眸 在这一刻变得幽暗深邃 宛如一红深不见底的幽坛 整个人的气质也变得异常冷酷 许夕正和奥峰对峙 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他的变化 心中不禁一凸 暗自惊诧 难道你是个领悟特殊奥义的强者不成 这世上除了一些基本的攻击防御速度奥义 还有一些特殊奥义 也就是极其稀少的 甚至独一无二的奥义 拥有特殊奥义的强者 时常能出其不意地 伤敌与无形之间 是最为让人头疼的对手 想到奥峰可能是个特殊奥义领悟者 许夕的脸色就越发凝重了 他将神念牢牢锁定在奥峰身上 全身紧绷起来 只要他一动手 他就会立刻反击 可就在这个时候 让所有人意外的一幕出现了 被众人视线牢牢锁住的奥峰 忽然消失了 没有任何征兆和行动痕迹 好像人间蒸发似的 就那样凭空消失了 而原本意念锁定在奥峰身上的许夕 这一刻几乎有了一种失明的错觉 目标突然失踪 这种感觉就像是一拳打进了棉花里 力气完全消散 气势也突然一致 众人骇然地张大了嘴巴 一个个头皮一阵发麻 几乎就要惊叫见鬼了 他们行走大陆数千年 还从未见到过这种诡异的事件 一个大活人就这么不见了 除了见鬼 他们想不出其他的解释 而就在他消失的同时 安东琛身旁的空气 没得一阵扭曲波动 那身披宽大黑袍的修长身影 就如云中漫步般 从空气里走了出来 没有时间间隔的移动 并不是像炼气师那样 进入府邸后 移动府邸再出现 而是如同走过了一扇门 一扇连接着两个空间节点的 时空之门 除了瞬移之外 再没有其他解释 足下一顿 看到眼前景物变幻的一瞬间 奥峰自己也愣住了 直到现在 他才清醒过来 惊骇地发现 自己刚刚居然鬼使神差地 向前跨了一步 而这一步 竟真的直接跨到了许希的身后 诶 我在外界也能瞬移吗 奥峰震惊地看着自己原先所在的位置 心中涌起了滔天巨浪 这的确是瞬移没错 虽然他的精神力 在外界被压制到了极致 只能扩散到方圆十米以内 但至少还是存在着的 没想到因为刚刚那个念头的牵引 他竟然成功移动了 那岂不是说 即使在北境的空间内 十米范围内 他还是可以瞬移的 奥峰不由兴奋起来 瞬移 可是保命和战斗的绝佳招数啊 只要不是大范围的强力攻击技能 基本上就再也没有人能碰到 他一根寒毛了 虽然只有区区十米 也足以让他的实力提升一个台阶 掌握了瞬移 哪怕对上破军级奥义的强者 也能立于不败之地 突然发现这件令人惊喜的事情 奥峰差点忘记了自己的本来目的 直到听见安东琛一声 犹如见了鬼般的尖叫 身体嗖地飞窜出去 他才发觉 这家伙居然溜之大极了 该死 这布条什么时候掉下来了 奥峰开始还有点错愕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原因 自己头上缠着的碎布 毕竟不是眼罩那种牢固的东西 在几次施压交锋以后 在睡衣时居然脱落了下来 那颗红色的眼珠子 便暴露在了空气之中 安东琛的脸上充满了惊恐 差点泪流满面 吓得 任何人突然见到一个 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 突然出现在眼前 那红色的像是镶嵌在脸上的眼珠子 还一闪一闪的 恐怕都是这个反应 况且他自大招摇 但不是笨蛋 虽然不明白奥峰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他眼前的 却很深刻地意识到 拥有这个可怕能力的后果 他绝对可以轻而易举地置他于死地 周围众人突然看到奥峰比刚刚更恐怖十倍的造型 也纷纷一阵头皮发麻 险些也跟着他惊叫出声 他们实在没有想到 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恐怖的外表 怪不得 他要蒙上眼睛 这模样就是吓都能吓死人呢 极度的惊吓和生死边缘 安东琛也爆发出了极为恐怖的潜力 这一跃竟是瞬息间便跃到了一仗开外 想跑 哼 哪有那么容易 奥峰既然打定了主意 要他付出代价 又岂会轻易让他走脱呢 眸中立芒一闪 左手捏成拳头 冷冷抬起 一道充满了爆炸性力量的小型雷光炮 瞬间就放了出去 雷炮耀眼的光芒之下 安东琛只觉得一阵剧痛 身体在那道力量的冲击下 寸寸崩裂 领主巅峰级的肉体 竟挡不住奥峰这随意的一击 不过 他反应倒也够快 直接放弃了肉体魂丹 拖出身躯逃逸出去 经过雷炮的冲击力 他离着奥峰已经远了 魂丹逃逸后 气息极其微弱 拖出视线之后 很难感应到他的具体位置 奥峰使用雷炮还没几次 经验不足 对雷炮的威力把握得不是很好 一时疏忽 居然让这个人走脱掉了 不禁皱了皱眉头 不是很满意 旁边的许熙看到这一幕 却当场倒吸了一口凉气 背后浸出了一片冷汗 安东辰原本的位置就在他身后 奥峰顺移过来 离着不远 他自然感觉得到 他放出去的那道雷光炮中 蕴含的恐怖威力 许熙粗略估计了一下 以这一炮中蕴含的能量 他穷尽招数 也未必能正面挡下 而他居然随手就能放出来 更要命的是 雷光炮的速度奇快 纵然有了防备 只怕也闪不开 他怎么也没想到 奥峰竟会这么强大 亏他刚刚还想动手 现在想来 真觉得庆幸不已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